每期聊三K热点,我是小丹妮 我是大卫 我是电斗艾玛 好,我们先要第一个话题 见法国总统马克龙是什么感受 不是标题党啊 确实是艾玛前段时间去法国见了马克龙 这也是我们那个大小马脱更的原因之一吧 这个帮马克龙不背啊 我其实挺好奇的 艾玛你跟马克龙还聊了挺久的 是什么契机让你见了这个法国总统呢 是一个非常魔幻的契机 其实呢就是一个中国香港的新华集团主席蔡冠生先生 他因为为中法的交流 无论是教育啊文化艺术啊贸易啊等等领域 都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 所以呢他这次就受邀去这个艾力社工 也就是法国的总统府授勋 那我刚好呢也在法国聊一个新能源的项目 所以作为一个中法通 也就有幸被他们邀请出席了这个授勋仪式 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私密的授勋仪式 就受邀的人很少 所以呢也就有机会跟马克龙聊了不少 嗯 而且是在场的少有的这个女性 而且是法文英文都很溜了对吧 而且还确实是有这种业务合作的 所以就当场跟这个马克龙聊了不少 跟马克龙谈笑风生了 对能不能讲讲到底聊了点啥 我先讲一下就是进这个总统府吧 因为我觉得这次呢有三个东西让我印象很深 跟他谈话肯定是一个 但是其实就是在进去之后看到这个总统府 我也是第一次进这种国家的总统府 我感觉还挺奇妙的 首先他这个总统府叫做爱丽社公嘛 那他里面呢 其实是由一间间面积不大的房间组成的 这个是我之前没想到的 我以为是一个那种很大的会客厅 但他其实就是每一间房间都不大 功能也不同 然后呢跟美国白宫一样 法国总统也是不止在里面工作和会客 会在里面住在里面嘛 然后他整个的这个设计审美风格就非常的不现代 还是停留在就是旧时代那种法式宫廷风 全是就有点像我刚进去真的有点感觉像那种 我们的那种大澡堂的那种 就是全是那种水晶大吊灯 还有各种香精的那种柱子啊墙面呢 你懂吗 就很浮夸的 但是幸好呢就是你每任总统自己进来 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去搞点软妆 那马克龙呢 他就喜欢色彩很跳的那种现代艺术 所以他在很多房间都会放一些他喜欢的 然后跟这种金灿灿的宫廷风形成鲜明对比的抽象化 我觉得这个是让他爱丽社公更有人情味的东西吧 然后还有一个很逗的就是他的狗狗 那是一只特别可爱的黑色的那个拉布拉多 拉布拉多 拉布拉多对 他这只狗狗呢也是整个总统府人气最高的 在ins的粉丝也很多 因为就是不管你总统请的客人有多尊贵 这个狗狗他该溜弯的时候他就出去溜弯 该撒尿就在你面前撒尿 就主打一个真实 所以也是会让这个爱丽社公那种老气的装潢 就是给这些老气的装潢带来一点生气 第二个让我印象很深的 没想到的就是我本来以为这种受勋的仪式是 怎么说就是非常长面的东西 然后比较的敷衍 可能就给你带个勋章就走了 就没想到的就是马克龙 他用了将近20分钟 把蔡冠生先生的生平 包括他的父母 他的家人 他是怎么一步一步把生意做大 还有跟法国的各种很可爱的 我都不知道的渊源 给详细的说出来 就像介绍老朋友一样 因为蔡先生他在社会上的成就 他接入过挺多国内外的这种受勋仪式的 但是他自己也很吃惊 就是法国总统会这么用心的准备这个文案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有人情味的 让我很有路人缘的东西 就是马克龙说完话呢 给蔡先生颁了这个勋章之后 他还转过头去拿了一处特别美的花 走下台给蔡先生的太太 就给他老 对 因为就是没有太太背后的默默支持和奉献 也不会有蔡先生的今天 我当时就想 你看无论是奥斯卡的颁奖 或者什么就是NBA啊 什么MVP那些 都不会给伴侣啥东西的 所以法国他这么一整 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举动吧 但就是很有人情味 这个细节真的很有人情味 很有女人缘啊 对 难怪这个马克龙这个女粉很多啊 女粉特别多 然后还有呢 就是授勋结束之后 马克龙就跟现场受邀的嘉宾都聊了不少 那其中我 我觉得我的优势 一个就是我自己脸皮比较厚 还有就是 我在的这个领域 其实这个新能源的领域 也是法国非常重视的 我这次去法国的一个重要目的 其实就是看到中国新能源 进欧洲困难重重 特别是法国他 因为要反倾销嘛 所以呢 他的那个 对新能源的补贴政策 就基本把所有的中国车都排除在外 所以我也是想去看看有什么新的机会 其实情况并没有我原来想象的那么悲观 这个也是让我觉得 这些东西还是需要多交流 对 反正晚上有一种论调 就是说这个法国他给欧盟就提出嘛 就是要对这种新能源追溯他的这个碳足迹 就包括他从这个生产开始 包括运输 全过程都是要追溯的 其实说白了就是像比如说在中国产的这个新能源车 可能到时候就不给补贴了 但是呢 如果你在当地建厂的话 那你还是能拿到这个新能源补贴 那法国是向欧盟提案嘛 但是像德国就明确反对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网上对这个法国的意见也不少呢 那艾玛你说没有想象那么悲观 那你觉得具体是这个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我觉得其实就是他法国他做这些决策 还是屁股决定脑袋 因为我们的车和更多产品卖到他们那里 只会加大这个贸易差 然后如果我们看去年中国对法国出口商品总值呢 是456亿多美金 相比2021年只减少了0.5% 但是反过来我们中国进法国的商品总值 就只有355亿多美金 同比是下降了9% 而且这个贸易差它是逐年在不停的增加的 而且它经济本来就不好嘛 那肯定就很愁啊 那如果我们这些新能源车 竞争力很强的新能源车 而且价格这么高的这种民用品 也卖到法国去 肯定就是这个贸易差 对法国来说是灾难性的 所以就虽然西方世界 它说自己是自由市场 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他们在强的时候 表现好的时候 才愿意跟你自由市场 所以就会看到像刚才Danny说的 德国它是表现比较好的嘛 所以德国跟中国呢 就会比法国对中国更自由市场 那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我们要做别人的生意的时候 也是要看它其实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比如说在新能源的市场 我经常就觉得做生意 就长期你想跟一个国家也好 跟一个公司做生意 真的跟谈恋爱很像 就你先要明白人家想要什么 才能被别人接受 被别人喜欢 那在新能源和这个电车问题上 我觉得法国需求很简单 就是三个 一个就是实现减排 法国还是一个总体来说 非常政治正确的国家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再工业化 不能丢了这个汽车产业 第三个就是通过这个新赛道 创造出一些新的就业机会 去刺激经济 那如果我们的车只是说 单纯运过去卖给别人 肯定就不能满足这三条 所以就是其实我们要找到方法是 能够满足这三条 同时就是跟法国人相当一起挣钱 一起把这个蛋糕做大的 我之前去参观过那个雷诺 他叫雷诺三零日产联盟 然后他们给我们展示了一些 他们的这个新技术 就是我已经在 在咱们中国这个自动驾驶行业 包括新能源行业 已经属于在卷中卷了 去看他们这个产品 多多少少觉得说 就这 对吧 你就这 就是我会觉得他很需要 我们卷出来的一些产品 去跟当地做结合 我们不能直接说是卖给他 因为毕竟你欧盟 他是一个经济共同体 他有他自己的贸易保护 那么以一个什么方式过去 也是我上次六月份去法国回来 我想的一个点 比如说国内比较通常的做法 是在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就是这些新加入欧盟的 但是经济相对落后 劳动力非常发达的地方建厂 然后他再卖给法国 他其实是在欧盟这个single market 就单一市场内 他也没有什么关税 而且也符合欧盟的这个标准 对 其实刚才阿玛说 那个屁股决定脑袋 我是很赞同的 就包括虽然说是这个欧盟 在某一些方面 他确实是提升大家这个凝聚力 然后包括就是效率增高 对吧 就比如说统一货币什么的 但是与此同时 我觉得他这个劣势 就是他确实每个国家 他的现状和他的想要做的事情 其实都是非常不一样的 就比如说那个 法国呼吁这个欧盟 说对中国新能源车 搞这个反倾销调查 其实说白了 就是因为他的 自己的汽车产业不给力了 就是他的这个雷诺标志 就这些法国车企 其实尤其是在中国市场 就整个这个竞争力 就明显的下涨 销量也不行 甚至都快要退出了 所以那法国就会出一些 比较激进的这种措施 对吧 反正就是我没啥这种包袱 那我就敢跟你搞来搞去的 但是那像德国呢 他本身这个汽车工业 还是很强 对吧 虽然我们很多人就爱说 什么德国这个BBA 什么杂牌车 电动车什么 但是其实人家的这个汽车工业 还是非常厉害 就是像德国这种比较强的 欧洲的国家和中国 就经常搞这种 比如说之前我们说 大众和小鹏的合作 对吧 包括这种特斯拉 也去德国建厂 对吧 那其实这种就是比较 蒸蒸日上的 形成正循环的这种 那他其实肯定就不想让这个欧盟去搞中国 对吧 也不想让他去搞美国什么的 但是像法国这种呢 他本身不行的呢 他肯定就是觉得 你不能光把这种先进产品 卖到我们国家 对吧 那还是要结合他们当地的 就比如说 他马上要奥运会了 其实我们可以借着这个契机 看中国这些先端车 有什么更好的这种合作方式 去跟他们合作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必要的 德国在华的投资也是非常大的 其实这样举例子 我们把德国和法国并排的看 中国对于德国的尖端制造 包括生物制药方面的需求 其实是钢需 反而对于红酒和奢侈品的包 包括文化资产 它不是一个纯钢需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你一个国家 我们要知道什么东西是被卡的 对吧 你自己被卡脖子 你肯定是需要别人给你提供支持 但是你说 就是说我多买一个包 多喝一瓶酒 这件事情对于国民经济来说 有没有明显的提振 当然有 但它不是一个must be 所以实际上 这是为什么德国反而对中国 在这方面是相对友善 因为它在中国的这个 就是在华的利益非常非常庞大 而德国和法国相比呢 又很有意思一点 就我们总觉得德国的这个 工业体系超级超级强 是欧洲老大 它的国防工业应该也很强 实际上法国才是真正在 北约当中完全军事自主化的 就是它是能从战斗机 到航空母舰 到潜水艇 到基本上everything 它是国防工业自主化 因为它很不喜欢 被美国牵着笔着走 德国是因为二战之后 它这个历史原因 包括两德被拆散了 它没有办法 它不能说自己搞这种国防工业 但是呢 我们看到的老百姓买到的 这些BBA的东西 或者说德国的工业品 大部分都是民用的 我们其实是没有看到 法国的这个强大的 国防工业体系的 你这个说的非常有意思 其实我这次除了跟马克龙 建了之外 也建了法国 比如说新能源部的 其他一些 我就是能感觉到 法国是一个从骨子里 就非常希望保持独立性的国家 这就跟英国非常不一样 所以呢 他们希望在经济 文化政治军事等等方面 都相对独立 特别是独立于美国 那你就会发现 其实说你想独立于美国 你就不能跟中国为敌 对吧 而且对于我们呢 如果能跟找到方法 跟法国做生意 增加增加友谊 也是很好的 因为我是觉得 如果这个世界上 只有老大和老二 没有一个紧随其后的老三 世界其实是很危险的 因为它很容易 老大跟老二就打起来了 但如果有一个老三 反而关系会更稳定 它是互相制衡的 所以如果我们中国 能跟欧洲一些 像法国这样的 相对有独立性的国家合作 其实对我们 对他们都是非常有利的 对 法国一直是外交上 其实比较随境 因为它希望成为欧洲老大 而且在过去的经验当中呢 实际上是它和德国 真正在竞争 谁是欧洲扛把子吗 对吧 他们其实没有把英国放在眼里 但是英国人 英国人的世界观 或者英国的政治观 从来不把欧洲 当成一个多么香的地方 英国人的世界观是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英国的 它是这么想的 就是说英联邦的国家 包括以前英国的海外殖民地 加起来4400多万平方公里 然后全世界 使用最广泛的就是英语 它其实是把这个地球 整个这个球 当成了它的一部分 当然美国现在是这样 是接替了英国 是这么看世界的 英国人对于法国人的面试 总觉得说你就是欧洲的 OK欧洲都给你 也无所谓 我是世界的 然后法国和德国 真的是在欧洲大陆上 死磕了起码几百年 就从普法战争 到后面一战二战 实际上都是 就是这是他们的渊源 而且现在来说 从政治上 也是德国和法国 希望谁真正成为 欧洲的一个老大 无论是文化上 还是政治上 还是经济上 他都希望成为老大 法国是一直觉得自己 本来我不就是老大吗 对吧 德国是二战战败国 然后那个德国人就说 这个我们确实战败了 但也不是被你打败的 对这个英法的这个渊源 也是很逗 我记得 我刚刚学英文和法文 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 就是特别是在以前 十九世纪的时候 英国人把梅毒这个病 叫做法国性病 然后法国把梅毒这个病 叫做英国性病 对就像西班牙流感那种感觉 而且就是 其实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 我感觉法国的文化是更接受我们的 Exactly 说的非常对 因为你看啊 他是西方国家最早承认新中国的 对 因为明年也是中法这个建交六十周年 同时呢 你看我们很多以前的领导人 都是在法国流去 所以其实我们本来是有一个 好的交流的底子 所以 你说的这个很到位 法国从来不以民族国家自居 这也是为什么看法国足球队 你感觉 哎呦我去 这不是北非足球队吗 对吧 就法国他在 其实在政治上 我们讲就叫做 Country Based on Ideal 就是非常类似美国 美国是一个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族 叫做美族 美国族 美国是一个Country Based on Ideal的国家 其实中国多多少少 也是Country Based on Ideal 就我们叫做意识形态国家 就是你只要信奉 法兰西的那个三个词 放在法国政府下面 就是自由平等博爱 是吧 自由平等博爱 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法国人 但德国不是 德国从它的历史上讲 它是一个非常民族化的 民族情绪很严重的一个国家 所以你看德国足球队 很难找到就是外籍球员 但是现在会有一些 土耳其的什么 但是总体来说是白的不行 就是你把法国和德国 两个足球队在一起对比 你就明显的知道 德国还是一种民族国家 但是现在由于它二战之后 包括两德统一 它做了很多改善 但是从骨子里 它是个民族国家 而法国从骨子里 实际上它是一个Country Based on Ideal 就是一个意识形态国家 而且我这次跟这些法国 从总统到他们的部长交流 我是能明显感觉到 其实他们对中国 是非常谦虚的 他们会觉得 现在就在新能源的这个领域 有点像油车时代反过来了 以前是他们的品牌 来中国跟中国搞合资公司 然后卖车出去 现在他们其实是非常的渴望 而且是姿态放的也挺低的 想我们回过去 跟他们做同样的事情 他们是承认我们是技术 他们就差没说 希望你们技术扶贫一下 我说实话 走遍全世界 我的一个感觉是 其实越是发达的地区 它会越放下姿态 很平和 尤其是作为老牌的 这种资本主义国家 它更多是以倾听的 就说它知道自己牛 但是你说我天天吹自己牛 你又说我是个猎强 这个好像有点欺负人 我就是要倾听你 其实我到日本 跟日本企业聊天 他们也是一种倾听的语气 其实美国公司也是倾听的语气 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资本主义 这个核心价值观 就是我为了跟你做生意 我要听懂你在讲什么 然后你哪里强 我哪里弱 我哪里强 你哪里弱 咱们把它摆平了看 我们就可以做生意了 不太会出现那种 你给我跪下 尤其是像晚清时代 我们讲的叫什么 失疑长寂以至疑 我一直这个话在脑子里嗡嗡想 就你用疑 你把它比作疑 你用它的方法论 还怎么能战胜它呢 我就觉得纳闷了 反而是越是发达地区 无论是在咱们谈合同 还是在真正的技术合作 姿态都是很低的 真的是很低的 对 我其实还有个个人小问题 想问问艾玛 就是我们都是在新闻上 看马克龙 虽然马克龙前段时间 到了中山大学 我们也没见到 感觉当时场面 中国学生们 对马克龙的热情 都让他大吃一惊 对 居然没有人给他扣蛋糕 这个太好了 但其实呢 这个马克龙 我了解到的 在法国 其实也挺多人 就对他很不满意嘛 那从你近距离 跟马克龙谈话 然后聊天呢 感觉他这人怎么样 我感觉他 肯定是一个很有charisma的人 很有人格魅力的人 但是呢 跟以前最开始的马克龙 比我感觉 他会现在 多了很多忧愁和包袱 我记得他更年轻的时候 是会更加 就是那种 把自己的七情六欲 把自己的感受 写在脸上的 但是其实现在 你能感觉得到 他就是当了多年总统 然后被扔了好多蛋糕 Poker face 有点 对 是的 马克龙是在我看来 很符合这个马克斯韦伯 他那本书当中 所定义的克里斯玛型人格 这个克里斯玛当年翻译的时候 可能还没有把charisma 翻译成这个领导力啊 就是一种很典型的克里斯玛人格 就长得帅 口才好 公众形象非常好 然后又是这种精英出身的 还有一点是很关键的 就是体力狂人 他每个时间的段的分配 你永远看到他是一个 不能说年轻帅小伙吧 永远看到他是非常 energetic的一个人 虽然说拜登其实 拜登也有克里斯玛型人格 但是他太老了 所以大家体会不出来 但是年轻的时候 对拜登实际上是 也是挺那种 克里斯玛型人格的 反正我感觉 就是他这次 跟我们这一行聊完之后 我们很多人都对法国 有改变观念 那我觉得他就非常聪明 因为就像我刚才 举的很多例子 都是很有人情味 而且非常会做人 把姿态也是放的 跟我想象的很不一样 其实这个是非常聪明的 我们好不容易在法国 你既然这个时间 你都拿出来了 那你作为法国的一个 真的是第一PR 所以在这方面 马克龙还是很适合 做这个法国门面的 对 当然 我其实本来想 在我们这个视频版 给大家多贴一些这种 就Emma照的照片 但是后来Emma说 这个东西比较敏感 就不能放 无图有真相 所以只能这个私下里 给我们看看 以后有机会吧 我们搞这种什么 线下聚会的时候 可以给大家拿手机 对吧 看一看 在你面前滑一下 对对对 是的 我看他那个总统府里头 这个还是挺多那种 收藏的画的 对吧 除了这个马克龙 还有一些的 什么有意思的观察吗 就是有很多现代的艺术 然后肯定就是在法国 最火的一些现代艺术家 他们都非常愿意 自己有作品 在总统府里面 所以这个还是 而且这个比例很大 就你在每一间房间里面 都有一个很有特色的艺术品 是马上抓住你的目光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法国 对 还是非常的想突出 他这种文化艺术的这种优势 这个爱丽社公最早 其实是公爵夫人接手住了 所以你看到法国很多 18世纪的那种建筑 它里面的装修都叫洛可可风格 贵妇人的那种风格 其实说白了 就是他脑子里没什么事 所以他装修的 非常的富丽弹簧 可以说是over decorated 对其实这个洛可可风格 还有个挺逗的东西 就是我也是听 就是大卫 你介绍给我的西方哲学史里面 孙乃书老师讲的 孙乃书老师说到了一个 洛可可风格 他说你会发现 就是法国这种洛可可风格 在中国也有对应 就是清朝末年的那种风格 你看我们的那个时代的龙袍 哇都是那种花里胡哨 精致的不行 浮夸 非常浮夸 很繁荣的 然后呢 在艺术的时代 其实如果你是经历这种洛可可风的 在社会你就是在走向灭亡了 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而且也会让我觉得 就是当一个东西 它太满太完美 太over the top的时候 其实就是已经是没有生机了 反而是有点乱乱的 有点jungle那种感觉 这个社会才有 继续往上窜的机会 那你这话最好别让华为听到 华为前段时间出的那个手机 不就是主打洛可可设计风格 包括整个那个门店装修 都是搞那种洛可可风 所以就是在艺术圈 大家会觉得 凡是喜欢洛可可风的 都是有点不懂 就马上 就马上要颓了那种感觉 对吧 对 你看明清家司也是 清朝人的家具上面 雕的这个纹路 非常的繁荣 明朝呢 就是说汉人政权呢 他不会像这个满人入关 对于文化的认知那么低下 就是他会觉得说 我点到为止 所以其实对比明清家具 你就能看出来 包括像欧洲也是 欧洲的最夸张的这个时代 就是他 其实是走向没落的一个开始 包括那个时候 男人穿高跟鞋 男人喷香水 然后男人穿裙子 男人头上顶着这个假发 然后一群贵妇在一起 各种沙龙文化 其实这都是 用一个现代话说 就是撑着了 你知道吗 就是吃饱 吃太饱撑着了 对 艾玛你跟他那个新能源部长聊 是文化部长 但是新能源 我是跟那个马克龙的 相当于新能源的高级顾问 对那你跟他聊的话 感觉除了像中国车企能 有机会入住法国 比如说就找你去直接对接 他们最高层 那像其他的这些公司 比如说自动驾驶啊 会不会也有去法国的这种机会呢 有的 而且我这里也顺便说一下 我们团队每次打开市场 都是有契机的 当时打开中东市场 其实就是因为 今年底 在阿联酋有一个COP28 全球环境峰会 所以他们要做点东西 那面子工程 逐渐就变成了真正的 这种电动化 智能化的决心 法国现在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因为他们明年就要办奥运了嘛 所以在交通层面 也有很多新的机会 其中一个就是自动驾驶的机会 他们呢 其实新能源的部门 新能源的团队 其实是不能说 我就convince总统 或者convince民众 花这个钱 来大搞特搞这种 智能化自动驾驶 法国还是一个 在这些方面很传统 而且不激进的国家 那所以呢 他们是急需 像我们中国这些 很成熟的自动驾驶团队过去 先给他们看一下 无论是给这些政府层面 还是人民百姓 就看到 这个不是一个虚幻的东西 不是一个恐怖的东西 对 不是一个恐怖的东西 它是真真实实存在 而且是很有价值的 对 那大卫的自动驾驶公司 也有机会啊 对对对 可以 就狗富贵物相忘记得带上我 对 顺便给大家说一个 这个大卫公司的好消息啊 最近也刚刚拿到了 日本的公司的投资嘛 之前一笔拿的投资 还是投资人听我们节目 跟大卫联系的 对吧 那最近大卫 要不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还在国内 还没有announce 不过借着这个机会吧 也可以说一下 就是我们拿到了 我们日本的合作伙伴 就是它是当地的 一个高精地图公司的投资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 把我们的自动驾驶产品 以基础能力的形式 包括一部分工具链的形式 输出到像日本啊 包括其实亚太其他国家 因为我觉得中国的自动驾驶 本身在国内发展 其实是 当然我们不能说跟美国 摆摆手腕子 其实美国 就算跟美国摆摆手腕子 美国里面 这些大的公司里面 三分之一也都是咱们老中 所以换句话回来 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 中国人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 然后我们在国内呢 就是形成一种非常内卷的状态 还不如说我们走出去 然后在国内 我们也不涉及到 就是数据安全 包括资质的问题 因为其实像日本啊 包括一些其他的发达地区 他对于这个采集和你的数据 其实要求没有像国内这么苛刻 那反而这个对我们 这些初创公司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势头 就是我们不需要去 deal with那些繁琐 很辱繁的这些 政策性的东西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基础产品 以很高利润率的形式 卖到发达国家 当然接下来 我觉得长期来说 一个公司他想要发展 我自己的想法是 不太应该区分国家 是更加的是像那种 英特纳雄奈尔 对吧 我觉得很有一个 值得学习的公司 就是大疆 我始终觉得大疆 他虽然是一家深圳的企业 但他三分号又不是 一个深圳的企业 他是一家国际的企业 他就其实是在这个领域 为中国企业 做的非常好的一个典范 我每次问老美 你就无人机买谁 他跟我说DGI 他根本就不知道 DGI是在深圳 他其实在深圳的那 他也不知道 这个其实做的是很好的 我们希望我们也能 复制这样的成功 就是只以产品力说话 而不是以这种意识形态 或者说以更多的 非常垂直的文化做输出 而且就这个文化 其实就是要很扁平 对 我觉得像大卫这种创业者 才真的是做实事了 我记得之前 我们那个节目 一放出来 经常有观众说 这个大卫屁股歪什么 但其实我感觉就是 当键盘侠 刷刷嘴皮子 那很容易 但其实人大卫 真正是把公司 开在深圳 给当地纳了很多税 然后有很多员工 那与此同时呢 还把技术对外输出 还拿到了这个日本的钱 包括之后 其他国家的这些发展 都是有在布局 包括我们现在在做 中东的打开市场 包括法国 其实都是我们 想把中国这些好东西 带到国外 带到全球 这些总比在键盘上 耍耍嘴皮子 要强多了 对吧 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 放在全世界来看 都是非常独特的存在 或者说是非常小众精英的一帮人 当然我不是给自己贴近 因为我觉得中国企业家 要面对三个维度的竞争挑战 一个是国内的同行的竞争 一个是我们跟整个中国大环境的 一个内部的关系 还有我们跟外部世界的关系 但是作为一个美国企业 或者说在亚洲来说 韩国和日本的企业 它其实是缺少了 另外两个维度的竞争的 它作为一个优秀的日本企业 它只需要跟其他全世界的企业竞争 它不需要去告诉别人说 我是一个很好的日本企业 请你相信我 它不需要做这件事情 美国企业在全世界 就更不需要做这件事情了 但是中国的企业家 包括我在日本那段时间 大家也知道 就说日本排了合肥水 其实日本人每天在新闻上看到的 不会说是一个中国的企业 怎么怎么样 他会看到 你有这么高烈的民族情绪 对吧 我们在跟日本人沟通的时候 但是日本人很客气 他不会说这些事情 但是实际上我们也会 侧面的跟他表达 哪里我们觉得是好的 哪里我们觉得是不好的 但是这样 实际上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 他所面对的竞争 是非常的激烈的 你想他得动多少脑子 去赚外国人的钱 或者说把一个中国的产品 打上made in china 还能让别人认可你 这个我觉得 对于企业家的压力来说 也很大的 但是能在这种环境下 脱颖而出 其实是对企业家要求非常高的 这样的人 其实放在全世界来说 他也将来会是成功的人 对 其实我最近做了一集视频 讲吉利阿顺马丁的 然后我觉得那个视频 大家前半部分 就看不看无所谓 但是最后那小段 我还是推荐大家去看看的 其实大意就是说 我觉得现在中国有一种论调 有一些人 他经常就是为了想要去 突出我们中国产品有多牛 然后就各种贬低的 那些海外公司 就比如说像BBA 或者是这些合资车 是那种垃圾的杂牌车 那我其实就感觉 真正在行业内做事的这些人 冲在一线的这些人 其实相对来说就不会那么偏激 反倒是有一些 就是想要通过这种 把着民族情绪去带节奏 然后那这种 虽然流量能赚到 对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 赢了这股东风 然后大家都想去出这种偏激的言论 然后带节奏 那我觉得这其实并不是什么好的风气 我是觉得大家做生意嘛 尤其是像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 这种出海的生意的话 你其实没必要就把大家 搞得特别的对立 而且相对来说 就这种偏激的言论 就更加的容易反食嘛 对吧 那我其实还挺好奇 Emma 我们之前在新闻上看到 那些法国各种什么游行啊 又对吧乱啊什么的 那你自己到了那个法国 有这种同样的感受吗 法国人就是从来都是比较悲观 比较爱抱怨的 这个是没有变的 但是呢 我觉得在城市级别 我发现巴黎跟我之前去有几个挺大的不一样 第一个呢 就是巴黎现在的市长啊 好像跟汽车为敌一样 本来巴黎的路就很窄 他现在把生生把一条很大的车道 全部变成自行车道 所以就更加的堵车 你会看到更加多的年轻人 就是用自行车 这个我还觉得挺震撼的 因为他本来就已经是一个很堵车的地方 他还有魄力 就是说push这件事情 那我在国内呢 因为开罐车打罐车 在巴黎都不得不用自行车 但是感觉也非常好 所以这个是跟我之前疫情前去法国 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利好中国的 我记得我上一次去法国的时候 从机场出来 一直到街上的排排 很多的广告都是用华人的脸 华人的模特 我当时还发了一条知乎 就是说哇 现在法国的审美都这么的亚裔化了 而且都是说 就是能够感觉到 他们的第一大这些时尚品牌也好 这些手表品牌也好 他们第一大的这个用户群 可能就是我们 但是现在这种现象就完全没有了 可能主要是怕选模特的时候 辱了对方一不小心就踩到红线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明年巴黎就要奥运会了嘛 所以他们现在主要的那些建筑物都封起来了 但是我觉得法国还是很有自己追求的 他把这些建筑物封起来的那个方式啊 是非常美的 对 就通常我们这种如果做个就是什么重建了什么的 都会就是外面比较的不讲究嘛 但是他们比如说那个巴黎歌剧院 它外面封起来的方式是一个黑白的一个很大的一块布 然后那个黑白的布之上呢 是一个抽象跟写实之间的一个艺术风格 做出来的一个海浪 哇我在远远的看 我都没认出来那个地方是巴黎歌剧院 但就觉得怎么这么漂亮 而且好多人就在前面照相 我就觉得能够把翻修做的这么浪漫 这个是法国挺让我觉得法国的地方 我补充一个观点 其实刚才艾玛说现在广告里头亚洲脸就会比较少嘛 在法国 那我其实不觉得就像大卫所说 就可能容易被敏感嘛 对吧 这种事情 我其实觉得可能两点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毕竟这种潮流的东西就会变得比较快 我之前也在知识星球里头也写过一条 就是说之所以叫潮牌 那就是像潮水一样 来的也快去的也快 所以这种风气的变化 我觉得可能过两年又很可能恢复过来嘛 对吧 我觉得这个第一点原因 第二点原因 我觉得就是马上要办奥运会了嘛 其实他是想借这个机会 更加突出这种民族的自豪感 那这个经历 我之前在北京也是有明显的感受嘛 比如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你其实就突出更多自己国家的东西是越多了嘛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我有一次在韩国 就很多年前若干年前去韩国旅游 看到一个明星 他的英文名字应该叫Rain 对吧 下雨的那个Rain 然后我跟我妈说 我说哇这明星长大挺帅的 后来我妈白了我眼 说这眼睛比你还小 这哪帅了 对后来我仔细看到说 这眼睛确实比我这眼睛还小 但是你说就韩国人会不会因为这样被冒犯到呢 我最近在想可能不会 韩国特色 对对对 然后艾玛刚才说到这个 咱们说到罢工的事 我上次六月份在法国出那个CDJ机场的时候 刚好赶上他的边检罢工了 他们就雇了一堆人在前面给你那个审核 你的签证给你盖章 然后他正规员工也不是说离港了 他会坐在那喝咖啡 看着那些临时工在那给你盖戳 这个慢了 真的是 然后整个CDJ呢 就是带高乐机场一直堵 螺圈形的堵 就差点赶不上飞机 然后就很多人呢 在那骂骂咧咧的 后来我也是在想说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 就是如果我是那个员工 或者我是被雇佣的关系 如果我的诉求得不到满足 我是不是可以通过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去表达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法国的社会的一个精髓所在 就是我我永远想追求的是那个平衡点 那你跟我之间达不到平衡点 那咱俩就通过这种非暴力方式 咱摆摆手腕子 对吧 这个也是自由平等博爱的一部分 它这个东西确实是有很强的这个两面性 这个就延伸开来说 我在法国刚到的时候 有两个很不适应的地方 第一个呢 就是刚刚开始打车嘛 用那个打车软件 现在法国大部分人用的都是叫Bolt的一个打车软件 然后呢 它是那个司机可以拒绝你的 我都跟我朋友开玩笑说 半个小时了都没人接我的单 一直就是那司机拒绝我 我从来没有被那么多男人拒绝过 跟亲女儿似的 就是不停的拒绝你 不停的拒绝你 最后终于有一个人半个多小时之后 终于有一个人愿意搭我 然后我坐在他的车上呢 那是一个黑人兄弟 然后他呢 就大堵车嘛 刚好是Rush Hour 他呢就放着那种很Swag的歌 就在那堵车 就一边听 然后一边就在那敲打那个方向盘 很Swag 而且也跟我聊天 就很开心 很放松的那种 我当时就想 可能正是因为法国这种这么的随意 他只要接你的单 他是走这段路 他就是OK的 他是想接你的 然后也是这么的 没有监管的嘛 没有一个camera在车上 所以他能够这么随意 就是在堵车的时候 然后我跟他说 我说你这个歌好好听 连续几首我都有去下载 然后他说 就是你不是第一个这么跟我说的人了 也就是说他每一次 他都这么享受他自己的这个旅程 所以这个就是也是让我觉得挺惊讶的 还有第二个呢 就是到了的那个晚上 比较晚了 我就叫外卖 叫外卖呢 第一个餐厅叫了 过了半小时 就发现 没送到 一看 他就是拒绝你了 没接单 而且他是最后一秒才拒绝的 因为他就关门了 但我订的时候 他是没关门的 然后我就赶紧的又下了另一个单 又是过了一小时还没有来饭 我已经饿得不行了 一看又拒绝了 我就打电话问他什么情况 他说因为呢 我们的订单太多了 我们马上也要下单了 做不完你这个了 就最后一秒就把你拒掉 我当时就因为太饿了 又累 我就怒火朝天了 但是后来呢 就是你反过来一想 他们可能之所以有这种什么自由 之所以有这些艺术 可能也跟这种是相关的 所以就是说 我做游人的时候 我会比较容易的 能够用比较正面的方式 看这个东西 所以反过来 我看我们中国 有的时候我觉得 可能没那么好的东西 它也是有一个反过来的面 就是会让中国特别的高效 特别的好 所以这个东西也会让我觉得 没有一个社会是完美的 我上次是在昂热 跟凯旺数据的 这个女老板余旭 也是我们之前节目里 讲到过的一个朋友 然后我们在昂热 然后呢 她的法国当时的寄宿家庭 请吃饭 开饭的点就八点半了 我了个天 给我饿的 吃完饭晚上十二点半了 凌晨了 然后我其实还要 第二天我工作 还想回酒店加个班呢 回来我就说 今天吃的好慢 然后那个男主人说 你要那么快干嘛 你要干嘛去 他这个话 其实一下子点醒了我 就是我在法国内一周 我所观察到的 法国人这种工作的时候 慢慢悠悠的状态 跟我在国内 尤其是在深圳 这种卷中卷的地方 是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的 但是给我的触动 就是我们在追求效率的 这个过程中 就是我们追求极致的效率 然后低头干活 我们最终的终点是什么 就是法国人 他有一个check and balance 对吧 我觉得我干的不爽 我可以通过非暴力 不合作的方式 我可以去罢工 对吧 我可以去用我的方式去表达 但如果我的唯一的选择 就是每天这样低头的干活 那其实我是看不见希望的 没有给到一个大家 就是能抒发的一个渠道 这个也是我在法国 一个很深的感受 就是我每天在国内 然后中国包括在深圳 大家早上上班 晚上很晚下班 我们在追求一种极致的效率 但是好像我们的体验感 或者说我们其他的方面 并没有能像法国人这样 能得到一个满足和补偿 这个也是让我觉得 很欠缺的地方 但是反过来 我会觉得就是法国人 他福利也很高 对吧 然后也有最好的美食 最多的美女 但是你会发现 法国人反而是世界上 depression最多的地方 平均四个法国人里面 就有一个是抑郁症 所以这个也挺有意思 从一个侧面也告诉你 就是说这种制度也好 或者是这种外部的环境也好 它再好 也不是说让你幸福的一个源泉吧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对 我想起那个查理芒格说的 就是如何找到一个很好的伴侣呢 他的答案就是放低你的预期 在深圳都来不及抑郁 就下一个让你抑郁的事了 就是你根本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抑郁 所以我跟那个出租车司机聊天的时候 也觉得很有意思 我问他 我说你一天工作多少小时 他说11个小时 哎 我觉得好出奇啊 我以为法国人都很佛的 结果我说哇 你这么拼啊 他说不然的话我没有办法支持我每年两次出国 每次出国一个月 去旅行 就是啥都不干就去玩 我觉得刚才你们说的 就很多事情都有两面性 我是赞同的 就比如说法国它比较自由放飞 那它对于这种文化艺术就会发展比较好 但是对于这种讲究效率的基础服务就不太行 比如刚才他妈举例什么送外卖啊什么打车什么的 那相比下来就是我们中国像这些这种什么快递外卖啊都是相当的发达 对吧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外在的这些客观事实 但是与此同时我觉得我们就是对待这些事情的态度其实是可以变化的 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就被这个中国的这些高效率有一点宠坏了 就比如说这个外卖稍微晚一点大家会比如给差评什么的 但我个人其实觉得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改一改这种思路 其实晚个几分钟送到外卖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对吧 就是大家对这个容忍度可以放宽一些 所以一般这种比如说尤其是天气不好的时候 那外卖稍微晚一点 然后我都觉得这些什么辛苦的外卖员他给你点个提前送达 那我觉得就稍微晚一点真的是没什么无所谓的 我其实看了那个关于美团外卖那篇文章我有很大的触动 就是这是一个充分机械化的通过算法不断优化的一个如此残忍的系统 这个系统当中没有什么人的温情所在 但是对于这个系统呢我反而也很同情他 因为在一个缺少这种温情的社会 你只能通过这种冷酷的系统 我有一次也是可能上班上的很生气 可能冲了某个专车司机或谁发脾气 然后那个专车司机呢他也是很委屈 因为他确实来得很晚 然后我就在平台上投诉他 但是我反过来当我自己冷静下来的时候 我在想好像这一天确实我身边也没有一个人对我好 所以这是一种非常负面的情绪 然后我又不小心把这种负面的情绪自己没搂住 传导了下去 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任何一个系统它需要有温存的一面 我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都住过很多年 我觉得很多我们很瞧不上的国家 比如说拉美的国家 他反而在这些方面做得非常好 他是很有温存感的 晚到了晚到了没关系 对吧我也会跟别人说没关系 然后我做了一个什么事 做的稍微不是特别进入人意 然后可能我的counterpart 我对面的人他也对我包容度很大 所以你看拉美虽然效率低下 经济发达也不如中国 但他感觉是穷开心傻乐呵 每个人都很chill 对这个是为什么我非常喜欢拉美 其实也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懂大卫为什么爱录大小马了 经常平时生活没人对你好 我跟艾玛对你好 还真的是这样 对这个节目确实是 你看我们能这样开开心心 自娱自在的聊天 我觉得这是何等一个享受的事情 对吧 最后打个小广告 如果像中国这些车企想要出海中东 出海法国的话 可以联系艾玛 然后包括自动驾驶团队什么的 其实我们这边都是可以对接到当地的最头部的这种资源 就甚至都留给艾玛了对吧 不能对外说的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出海活动起来 你还想听我们大小马聊什么科技主题呢 欢迎跟我们评论留言 顺便点个关注 我们下集再见 Oh my life is changing every day